大家早上好 先生的弟兄姐妹早上好 我们今天来看四篇的第十十章 一到五节是一段 六到十节是一段 十一到十七节是一段 三个段落 第一个大段落 我给他的标题是 讲到感恩 第二个大段落就是 就是第一个大段落教我们怎么感恩 第二个大段落的小标题就是 行道 第三个就是征战 原来感恩征战行道 都是一个征战 我们不是一开始就是懂得感恩 这个感恩是需要学习 也需要常常提醒自己 或者是被提醒 因为不是出于我们自己 本来很自然会做的事情 但是这件事情又非常的重要 根据第一个大段落就是 第二个大段落是行道 行道的重要 原来感恩和行道是 一场征战 世界其实很想将我们 拿去另外一边 所以这场的征战 我们要认清楚 我们要认明白 我们可能就在这样一个 在这个漩涡里面不断的挣扎 在这个漩涡里面 备受考验 这也是信仰之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层面 我们今天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篇的诗篇 这一篇的诗篇就是将 这个属灵的历程揭示出来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来看第一个段落 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 他垂听我的呼求 他从祸坑里 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 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 使我的脚步稳当 他使我口唱新歌 就是赞美我们的神的话 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 并要依靠耶和华 那依靠耶和华 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 这人变为有福 耶和华我的神啊 你说行的其事 并你向我们所怀的历恋甚多 不能向你成名 若要成名 其事不可胜数 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说 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 他垂听我的呼求 这是私人以前的一个经历 这个经历 他一开始就说 这已经是过往的 但是他将过往的经历 拉到今天来述说 也就是说 私人是一个这样的人 他曾经经历过 神的帮助拯救 神听他的呼求 他就一直记在心里面 然后他将他实时的来述说 也拉到今天这篇诗篇 来作为一个开手的时候的第一句 他说我曾耐心的等候耶和华 这个等候不是一般的等候 是一个耐性的等候 就是说他曾经 不知道这里私人没讲很清楚 他一定是为了一件事情去呼求 而这个呼求是需要等候 而且是耐性的等候 也就是说一件事情 是他曾经向神求过 但求这件事情 一直等到神的阴影 等了一个不短的日子 所以他才会用耐性来形容 曾经耐性的呼求 等候耶和华 但是神最终听了他的呼求 这就是他一个属灵的经历 他垂听我的呼求 原文的翻译除了垂听之外 还有一个字中文没有翻出来 是他听了我的呼求 而且倾向我 就是倾斜 他是耐性的等候神 向神发出呼求 最后神倾向他 向他倾斜 并且听他的祷告 这个倾斜很重要哦 这个动作 就是神好像站在他的那一边 向他倾斜过来 听了他的祷告 神也是听了他的祷告之后 所以就从这个祸坑里面 从淤泥当中 将世人拉上来 不单只拉上来 还让他的脚步 立在磐石上面 让他脚步稳妥 这就是世人的经历 世人等了很久 一直这样耐心的等候神 向神发出呼求 最后神向他倾斜 听他的祷告 然后将他从祸坑里面 就是祸坑是人所设计的 在这个祸坑里面 没有办法向前进 也没有办法向后退 但是神却是 在这个祸坑里面 将他拉上来 从瘀礼当中将他拉上来 瘀礼也是一样 这两个形容 都是表示他的人生 再没有办法前进 这样的情况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 一些这样的环境 或者遭遇 就是你发现 你的人生好像没有办法再向前走一样 特别是现在瘀礼里面 现在瘀礼里面 你怎么去挣扎呢 你都是动不了 这瘀礼就会 就是你越挣扎越用力 就越陷在下面 反而你放松 就不会成的那么快 这就是那个状况 所以世人就用这些的形容 所以向神呼求 神听了将他拉上来 不单止将他拉上来 还让他的脚立在磐石之上 这是一个很大的对比 就是你先前 现在瘀礼里面的时候 现在可以脚踏实地 那个感觉是非常的实在 如果你试过 被水淹你就知道 被水淹住 在水里面脚踩不到地 那一下是非常的恐怖 如果有人将你救上来 就是你离开那个水 当你的脚 一踏在实在的 陆地上的时候 你的心就会安定下来 你就会觉得哇 就安定了 那种的稳妥的感觉 所以神不单止是 将他从瘀礼里面 拉出来 也让他的脚立在磐石上面 使他的脚不稳当 这个脚不稳当的一失 就是他的踏步稳妥 就是让他走得稳 之前在祸坑里面 在淤泥当中的时候 你是走不了的 你是前面没有路可走 那是神将我们拉出来之后 放我们在磐石上面 可以脚踏实地之外 也让我们的脚步可以稳妥 就是我们所走出的每一步 都变得实实在在 我们可以继续地重新地 可以有前进 这是很重要 就是如果你的生命 曾经去到一个地步 你觉得你的人生 好像五路可走 前路茫茫 就是用不上力的时候 当你发现 你再一次 你能够踏出你的步伐 就很不一样 所以诗人在这里 这一篇的诗篇就说 上帝不单只是让他可以 站在磐石上面 更重要的就是 要踏出他的步伐 而且稳稳荡荡地往前走 这就是私人的经历 所以他说 不单只是这样 他使我口里唱新歌 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 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 并要依靠耶和华 因为这一切的经历 神就让他可以唱一首新歌 这个口唱新歌 当然是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 你什么时候会唱歌呢 你会不会在你的人生 很悲苦的时候去唱歌呢 通常你遇到困难 很辛苦的时候 不一定会唱歌 但是当你的心心起来 又或者你跨过之后 你就会唱歌 特别所唱的是一首 赞美感恩的歌 所以这句话所代表的就是 神帮助了他 他越过了这个困难 所以他里面那种满足 里面的感恩和那种快乐 就化成了一首的新歌 来向神来表达 所以他所唱的是 赞美我们的神的话 人听见这首歌 就会看见而惧怕 并且依靠耶和华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作者将这一切的经历 写成一首的歌 来送给神 听见这首歌的人 他们就要看见而惧怕 并且依靠耶和华 是没有讲他经历了什么事情 但是这件事情 一定是不简单 所以听见这首歌的人 知道这个故事的人 他们的心里面 对神会产生一份敬畏 不单只是敬畏 这个惧怕和敬畏 其实是同一个字 所以听见的人 会对神产生敬畏 同时会发现一件事情 会认识一件事情 就是神是非常的可靠 所以他们就会因为敬畏 而学懂 去依靠耶和华 依靠神 也就是说 他将他的这一份经历 化成了一首歌 这一首的歌 来唱给人听 唱给神听 表达他里面的感恩 这一首歌 也是他生命里面的见证 很多时候 我们在敬拜里面的时候 有些歌会很感动我们 为什么呢 因为他写的歌 其实是作者生命的清华 你在歌词里面 你在旋律里面 好像是你起进去 经历他所经历的 特别是 当他的经历 和我们的经历 有相似的部分的时候 你就会非常的感动 然后你就好像觉得 大家心里面 好像互相的活跃一样 就是他所讲的 他就会将他的经历 化成一首这样的诗歌 来送给神 在这个经历里面 他就有一个结论 小小的结论 就是第四五节 那依靠以后 花不离会狂傲 和偏向虚假自辈的 这人变为有福 当然他所指的这个人 其实他自己 都算是这个种类里面 我们今天都要问问 我们自己 我们是不是这个有福的 群体里面的一份子 这个有福的群体的特征 是什么呢 就是依靠耶和华 就是我们懂得靠神 神才是我们的依仗 这句话讲起来很简单 做起来却很艰难 因为我们很有趣 我们风平浪静的时候 我们就很容易讲这句话 要依靠神啊 当然呢 我们都懂得讲 但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 真的第一个反应是依靠神呢 不一定的 当我们遇到挑战 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的脑袋 飞快的是寻找经验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寻找经验 这件事情我应该怎么处理呢 以前的做法是怎样呢 第二就是寻找人 有没有谁能帮忙呢 你不会马上想到就是祷告 通常都是 先看看我们以往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然后我们找人啊 如果这两样都行不通的时候 我们还要再磨一段时间 再磨一段时间之后 才试试看祈祷啦 而且祈祷不是我们最优先 第一个 第二就是 搞不定的时候 我们的祷告都是半信半疑的 就是我们不会说搞不定啊 来来来来我们来祷告啊 就是不是这种的感觉 很多时候是反过来 哎呀搞不定了搞不定了 不如试试祷告啦 试一下啦 试试祷告啦 你就知道 其实你自己里面的信心 你里面的信念 都不是很够的 只不过好像 祷告是 一个没有选择之后的选择 前面的事情全部都试过了 都搞不定 那最后就是 不如试试祷告啦 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已经完全搞不定了 死马当活马医啦 已经是这样啦 就是没有比这个更差啦 那不如就试试祷告吧 但是还有一丝的盼望 还有一丝的感觉就是 如果还有人可以帮忙的话 我们都不会去找神 这就是人的问题 但是世人在这里告诉我们 不是啊 那个依靠 耶和华的 不理会狂傲 什么叫不理会狂傲呢 原文的翻译就是 尊重那些骄傲的人 什么叫尊重骄傲的呢 这个尊重 可以这样看就是 就是那些很骄傲的人啊 他们行事好像很了不起啦 好像很厉害啦 那我们就尊重这些人 我们就看重这些人 什么叫尊重呢 是你将那个人 看重一点 将自己看低一点 尊重骄傲人的意思就是 我们会捧人 特别是那些骄傲的人 骄傲人是什么呢 就是显示自己能力 这些骄傲人就是 会将自己的能力啦 各样的东西显明出来 甚至夸大出来 那我们尊重这些人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很瘦这件事情 就是那个人讲到自己 很厉害一样 我们很喜欢听 我们很爱听这些话 我们就会觉得 那个人很厉害呀 很看重这个人 我们将这个人捧高他 就是在耶和华里面 这个有福的人 是不会理会狂傲 就是不会将人看高一线 其实讲的是什么呢 先神后人 我们不会将人放在 神的警戒上面 所以我们不理会 这些狂傲的人 这些狂傲的人 很多时候狂傲到一个地步 将自己好像当做神一样 好像讲到自己天下无敌 无所不能一样 但是人怎么会有天下无敌呢 人哪有无所不能呢 所以这些的狂傲人 我们不去理会他 不去跟他交往 我们不将他 捧上捧到神的位置里面 然后不偏向那些虚假之辈呀 那些说谎的啦 那些讲话夸张啦 就是说我们不是靠人 我们是靠神 这样的人就是有福的 问题就是我们做不做得到呢 今天我们是靠人多 还是靠神多呢 今天我们有事的时候 我们是先找神 还是先找人呢 我们找人的次数多 还是找神的次数多呢 这个就是一个指标 神就描绘了一幅这样的图画 神也指出 其实我们懂得去找神 才是有福的人 你所行的事 因为以后话 我的神啊 你所行的其事 你向我所怀的意念甚多 不能向你成名 若要成名 其事不可胜数 这个神就说 为什么我们要先找神 神才是那个最可靠的 在他的经历里面 他经历到 神所行的其事 是非常的多 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 也都甚多 如果我们要向神来成名的时候 其事不可胜数 就是神所做的奇妙的事情 是多而又多 神心里面所想的 关于我们的事情 是非常的多 而且不单只是多 而且是非常的奇妙 是其事 如果我们要一一数专的话 其实是不可胜数 那这里我也要问大家问题 你觉得这个世人 到底有没有数到呢 因为他这样讲的时候 说数不到啦 这是一个理解文字 没有语气 那不用数了 数不了啦 这个数不了 其数不可胜数 那这个世人 到底有没有数到呢 我觉得他是有的 虽然他文字上面 没有写出来 但是他能够这样讲的时候 他心里面一定在思想 他心里面一定在数算 他知道奇数 不可胜数 所以他省略一千字 没有将他写出来 其实这是一个提醒 一个教导 让我们懂得 做一个数算恩典的人 这个数算恩典 其实很重要 它是力量 也是我们和神的关系的基础 人很有趣 我们不是数恩典 我们就数其他的东西 那其他东西是什么呢 如果不是数恩典 数的那些 其实就是负面啊 批评啊 论断啊 埋怨啊 不过我们好像数那些东西比较多 因为 如果你和你的闺蜜啊 好兄弟好朋友啦 一起 出下来 出来做做 喝酒聊天的话 或者 喝咖啡聊天的话 你数的多数是什么呢 数人呢 我们最喜欢的就是 上午自己讲是非 升到数月都掉 会觉得有人明白 就很开心 就讲是非啦 讲这样讲那样 数的都是不好的东西 越数越过瘾 特别是数某些人 越讲就越多 但是我们又很少 约人出来感恩 我都很感谢母堂 牧师师母 就是这样牧师师母 常常都带一个氛围 就是让我们来感恩 这也留下来 我们心锐的里面 我们每个星期开通工会 都是从感恩开始 数算恩典 这个感恩 数算恩典很重要 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的身体 其实有时候我们的人生 是不是陷在一个玉璃里面 和我们懂得不懂得感恩是有关的 其实我们懂得感恩的话 我们人生就很少陷在玉璃里面 甚至是你自己将玉璃插在自己身上 你和好朋友好兄弟出来 出来聊天啊 讲负面的东西啊 放肤啊 放肤放肤啊 这个放肤的过程 就是好像将玉璃插在自己身上 本来已经很脏了 然后自己还要滚到里面 那个梨坑里面去 插在自己身上 我们就是这样 但是这样的 不是一个有福的 其实我们要懂得去感恩 我们刚刚过了我们的会友大会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会友大会里面 我们就是数算神的恩典 但是那一晚 如果你有出席的时候 你听到我们数算这些恩典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很不一样的 你看见神的作为 你看见神的奇妙 所以其实我们都觉得 我们作为新锐 我们要常常来数算神的恩典 神在我们当中 真的行了很多的奇事 这些的奇事 多到不可胜数 我们开堂的时候 你都听我讲过五十次 我们开堂第一场崇拜 就是在社会运动当中 在吹泪淡的烟雾当中来进行 我们经历个不准聚会的 做YouTube吧的日子 可能大家和同工的感受很不一样 同工的感受就会特别强烈 因为一下子知道 我们不可以聚会的时候 其实我们真的好像热锅上面的蚂蚁 原因就是拍片剪片 除了加热之外的时候会 那问题就是 那怎么办呢 我们好像要转行一样 然后大家就去学习 又找YouTube来看 就是弄下弄下 再回头看的时候 这个位也挺尴尬 但是没有办法 其实我自己都觉得 我们之前在疫情拍的片 都挺精彩的 真的挺好看的 特别是我们儿童版的 苗普拔幅 怎么越看越好笑 现在在看的话 你都不会觉得 它是落后了或者什么 很多的欢笑在里面 但其实整个大的氛围是怎样呢 其实当时的整个大氛围 都是好像很没有盼望 好像很苦很惨一样 又不能上班 又没有车座 又要隔离 那时最害怕的就是 什么时候轮到我呢 如果一中了 又要送去隔离营呢 究竟物质够不够啊 这样又说没有 那样又说没有 大家还记不记得 超级市场连货架都抢空了 那些的画面 连车子都买不到 就是发生什么事啊 其实外面是一片的恐慌 但是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缺失很多的欢乐 很多的感恩 你有没有看见 这就是感恩的能力 我们就在这个感恩的里面 我们就在喜乐当中 走过这些的日子 而且不单只是走过 而且我们胜过 我们心态上面 完全胜过这些的困难 这就是感恩的能力 事实上你说感恩 容易不容易呢 感恩你说它容易也可以 你说它不容易也行 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之前在华杰四楼的场地 每逢下雨的时候就精彩了 一下黑雨的时候 你就看见我们所有的瞳孔 就挽起裤脚 穿着拖鞋去吸水啊 因为外面的露台 就融入水来 就像一条河一样 就是你不知道 怎么去止住它 只能不停地用碗来 拔那些水 当里面的这些情况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两个选择 态度上 心态上 你就可以大骂啦 没搞错啊 又漏水啊 在什么地方啊 你可以很负面 去做这些事情 但是我也很为我们的团队 来感恩我们的同工 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所有人都一起来 用吸尘机吸水啦 用碗来杯水啦 如果你当时在现场看到的话 虽然是一件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又很开心 我们在那里 我们在那里 吸水的时候 大家又很努力 然后就想起办法 自己啊快点啊 那里啊快点啊 虽然是很混乱 但是整体的感觉 就是这件事情 没有办法夺去 我们心中的喜乐 我们也没有去咒骂些什么 但是这件这样的事情 也加速了我们 去找另外一个场地 另外的场地 也让我们的教会 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有新的发展 我们也有 新的成长的空间在里面 所以你有没有看见 就算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但是都可以变成好的 还有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当中 我们都带着喜乐 感恩的心去面对的时候 其实整件事情 出来的结果 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有两种心态 去面对 一个就是带着抱怨啊 负面啊 我们就在淤淋中走过 但是我们也可以带着 一个积极啊 感恩啊 乐观的态度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经历 神的帮助 当你回望的时候 这些的日子也很有趣 就是有时候我们回望 在华节的这些日子里面的时候 你看见的 真的是神很多恩典 这也是一个眼光的问题 懂不懂得数算恩典 其实是取决于我们的眼光 如果我们的眼光 是积极正面 定睛在神的上面 就算是不好的事情 其实里面都有感恩的地方 那这样的时候 我们的心态 就改变了 那个能力在我们里面出现 所以我们第一个大段落就是 教导我们要懂得感恩 要数算恩典 而且 多到你数不尽的 这个数算恩典 越数算越多的意思就是 当我们越感恩的时候 恩典也都会越多 这个恩典 是我们经历不完的 这也是我们的能力 那为什么基督徒 会为患难而生 就是这样 因为在患难当中 唯有我们仍然能够喜乐 感恩正面 我们用正面来面对 这一切的困难 你就会发现 困难就越过 这就是世人教导我们 我们看第二个大段落 六到十节 祭物和礼物 礼不喜悦 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 反结和赎罪记 非礼所要 那是我说看了 我来了 我的事 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我的神啊 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 你的律法在我心里 我在大会中 宣传公义的佳音 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 耶和华 这是你所知道的 我未曾把你的公义 藏在心里 我已成名你的信实 和你的救恩 我在大会中 未曾隐瞒你的 慈爱和诚实 首先他说 祭物和礼物 你不喜悦 祭物和礼物 为什么神不喜悦呢 因为这些是 门面的功夫 神要的不是这些 这些我们夫妻之间 都会经历 去到情人节啦 太太生日啦 结婚纪念啦 我们很多老公都试过 无数次 祭物和礼物 是不喜悦 我都听过很多 自己都试过 送一些礼物给他 就是 祭物和礼物 不是他所想要的 你摸不到他的心 然后我们送的礼物 不是他所想要的 所以神也是一样 这些的礼物 这些的祭物 不是一些表面功夫 如果我们里面 没有心的话 神不收获 这些的表面功夫 连我们的太太都骗不了 何况是 住在我们心里的神呢 所以其实神是 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所有的东西 他看得清清楚楚 你有心或者 没有心 你都不用讲 因为他根本就在你的心里面 你怎么可以骗得了他呢 这就是问题 神说 祭物和礼物他不喜悦 神已经开通了 世人的耳朵 就是让世人听得清楚 听得明白 这个 犯罪和赎罪计 不是神所要的 那神要的是什么呢 答案就在第七节 看啊 我来了 我的事 在经典上已经记载了 我的神啊 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 你的立法在我心里 当然第七第八节 其实也是指主到 指指到耶稣的身上 耶稣就是那个经典上面 已经记载 那个来到世上的那一位 那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 神所要的 就是后面那一个 乐意照你的旨意行 你的立法在我心里 也就是说 神所要的是我们心里面的 传着律法 神的话 在我们的心里面 神所讲的每一句话 我们将它装在心里面 这是神所想要的 神所要的 就是我们招神的旨意行 行为上 心态上 都改变 在行为上 我们行 神要我们所行的 在心态上 我们将神的话 已存在我们心里面 有没有发现是两件事情 并行 并行 不是只是其中一样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将神的道 神的律律点章 将神的话 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怎么证明神的话 已经放在我们心里面呢 就是我们装造神的旨意行出来 所以我们的行为 和我们的内心 是相呼应的 我们的心将神的话 装载的时候 我们行动上就要带来 相应的对应的行为和改变 否则的话 其实听了就和没有听一样 对不对 所以这一段 我给他的标题 就是行道 重要的就是 我们将神的话 放在心里面的时候 我们在行为上 做出各样的改变 将它行出来 所以神就举了一个例子 就在第九第十节 我在大会中 宣传公益的佳音 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 耶和华 这是你所知道的 就是他将神的话 放在他的心里面的时候 他用他的行为 将它行出来之后 然后他在大会里面 用他的嘴唇 将这些的事情 来宣扬出来 来讲出来 做一个见证 公开这个见证 让众人都知道 将所有的事情见光 让人看见 他的行为 让人看见 神的道士 如何在他的心里面 他说 我未曾将你的公益 藏在心里面 我已经成名你的信誓 和你的救恩 这个就是他在众人的面前 做一个生命的见证 让大家都看见 他的生命更新了 他的生命改变了 他的行为 他整个人生的价值观 都改变 所以他不单只是听道 不单只是行道 并且公开的 成为了见证 用生命来活给人看 不是将他隐藏起来 这个改变 是去到人前 放在光下面 让人看见 这就是诗人所讲的 行道的能力 所以你没有看见 这两个大段 第一个大段 我们要感恩 我们要数算恩典 特别是我们曾经经历的事情 其实越数恩典就越多 第二就是生命的更新改变 行道 将神的话 以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这就好像两只脚一样 一个左脚 一个右脚 当我们一边感恩 一边更新我们的生命 不断的感恩更新 感恩更新的时候 我们的路就往前走 我们就离开这个淤泥 我们也离开这个坑 我们只走神 让我们走的光明大道 今天我们的信仰上面 有没有这两个特质 在我们的里面呢 感恩 是一个 更新 本来是行道 我就用它说更新 这个行道就是更改 我们里面的生命 将神的话语 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的生命当中行出来 所以更新改变 加感恩是很稳妥的 让我们走在神的刀上 我们再看第三个段 有没有这么简单呢 我们是不是说更新就更新 我们是不是说赞美就赞美 说感恩就感恩呢 也不是 所以有第三段 就是真战 这个铺牌也很特别 我们看11到17节 夜后花求你 不要降我止住你的慈悲 愿你的慈爱和诚实 常常保佑我 因为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 我的罪裂追上了我 使我不能昂首 这罪裂比我的头发还多 我就心寒胆战 又花求你开恩答救我 又花求你叔叔的帮助 愿那些寻找我 要灭我命的一同爆亏蒙羞 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 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哈的 因羞愧而败亡 愿一切寻求里的 因你高兴欢喜 愿那些喜爱里救恩的 常说 当尊业和华伟大 但我是困苦穷法的 主人顾恋我 你是帮助我的 打救我的 神啊求你不要担言 当我们去感恩 当我们去更新的时候 其实仇敌也不甘心 所以你看见第三个大段 是一个呼求 为什么会有这个呼求呢 因为死人都陷在一个征战 一个拉扯的里面 所以他说 神来求你不要向我指住你的慈悲 愿你的自爱和诚实 常常的保佑我 其实我们不停的需要神的帮助 我们不停需要神的帮助 我们才可以持续感恩 持续更新 这个感恩 这个更新 其实是从神的帮助而来 也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去 抓住神 连着神 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一个 这样健康的状态底下 否则的话 你会发现 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 我的罪力追上我 使我不能昂守 就是只要我们连着神慢一点 抓神抓得慢一点 仇敌就追上来了 追上来做什么呀 就用无数的祸患来围困 就是仇敌四千方百计 用很多的祸患 想拦住我们 不要去感恩 想拦住我们的生命 不能被更新 所以它是一场的征战 多到一个地步 这个罪力比我头发还多 这些的罪 这些的引诱 这些的拉扯 比我们的头发都更加要多 所以我们要小心 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夸扣 其实一步 一分一秒都离不开神 否则这些东西会拉上我们 负面的东西会追上我们 那些的罪啦 那些误会的东西会缠住我们 甚至去到一个地步 比我们的头发都还要多 所以原来头发少都有好处 所以他说 当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 他就胆战 心寒胆战 看见罪的诠释 但是诗人在一个这样的描绘里面 也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图画就是 诗人不是去逃避 诗人去面对罪 他去承认罪 所以在这个争战里面 我们面对问题 不要逃避 我们面对我们的罪 我们承认我们的罪 但是我们呼求神 胜过这个罪 我们就进入感恩更新 感恩更新这个步伐里面 所以他是一场的征战 在这场征战里面的时候 出路在哪里呢 就是呼求 13节到15节 耶和华求里开恩他救我 耶和华求里速速的帮助我 一直这样下去下去 然后诗人表达他的心愿 就是愿那些仇敌败亡 愿这些的仇敌败退 愿这些的罪啊 拉着我们不能更新的 这些的权势 都完全的离开我们 我们就是要 愿一切寻求里的人 都因你高兴欢喜 愿那些喜爱里救恩的 常说 当尊耶和华为大 是常说 常常的数算 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 常常的用恩典 用感恩 用积极的态度来面对 常常让我们的生命 让神的话语存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更新 这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你距离仇敌就越来越远 因为神是那个帮助我们 搭救我们的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见 感恩更新的生命 虽然它是一场的征战 但是 这样我们紧紧的抓住神 我们的生命必然得胜 求主帮助我们 阿们 耶路亚 主啊我们要赞美你 谢谢 在你天中的一日生活在世上前日 我要全心赞美 赞美还要赞美不平 一人同你欢呼声永不息 全心感谢 全心感谢 全心赞美 敬如你的人 全心胸责 全心胸费 世上为止 是真正的伙子 在你里面你我活力 幸运的满意 全心感谢 付出那个大花在与你 我要全心赞美 赞美还要赞美 在你天中的一日生活在世上前日 我要全心赞美 赞美还要赞美不平 一人同你欢呼声永不息 我要全心赞美 赞美还要赞美不平 在你天中的一日生活在世上前日 我要全心赞美 赞美还要赞美不平 在你天中的一日生活在世上前日 我要全心赞美 赞美不平 在你天中的一日生活在世上前日 我在世 生前日 我有些心 慘悲 慘悲 爱要 慘悲不停 一言方语 我无声又不息 一言方语 我无声又不息 一言方语 我无声又不息 祝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赞美你 全是你的恩典 因为你的耻爱 我们才可以赞美你 全是你的恩典 我在这 是你的慈爱 主耶稣 我如此感恩 都因你奉献 恩典 我在这 我在这 是你的恩典 我在这 是你的慈爱 祝福耶稣 我如此感恩 都因你奉献 恩典 是你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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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 我在这 是你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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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感谢耶稣 是因着地安天 是我的唯一我 我才为你知道 永远 感谢耶稣 耶稣 耶稣 感谢耶稣 是因着地安天 是我的唯一我 我才为你知道 永远 啊 永远 希望你感谢你 回望后的一生里面 无论是你什么日子 都是因为地安天 我们只可以有一口气 敬拜全给你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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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在脑海里面 将你给我们的恩典一幕一幕的来 你给我们所经历的是 从心底里面更多的来献上感恩 感谢我们的神 我们的一切都是来自于我们的神 我们根本就没有任何口夸的地方 唯有口夸的就是我们心里面 我们生命里面有这一位爱我们的神 主啊 你就是那个认识我们 爱我们 到底的神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 因为你是在我们最低谷 最困难的时候 主啊 你仍然愿意陪伴我们的主 主啊 我们赞美你 因为你是良善的神 你是那个满有能力的主 主啊 你是垂青祷告的神 你也是为我们预备道路的神 主啊 我们赞美你 主啊 我们要将一切的感谢归给你 十篇四十篇第三节 他使我口唱新歌 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 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 并要依靠耶和华 第五节 耶和华 我的神啊 你所行的歧视 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恋甚多 不能向你成名 若要成名 其事不可胜数 弟兄姐妹好不好 这一刻 我们都找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两三个一组 今天牧师分享 其中一件事情 我们很重要很重要的是 要发出感恩 感恩好像很容易 但是有时候又好像很难 其实重点就是 我们要更多的操练 我们好像同工会 我们会感恩 我们开小组会来感恩 其实神很想我们有一份 感恩的生命 很想我们今天 我们就特别来感恩 我们回想 你来到新锐 可能是两个月的时间 可能有些是一年两年 三年四年的时间 好吧 我们就特别来回想 在这几年 你来到新锐的感恩 是些什么呢 我们现在就 我们来诉说 无论是为着教会 为着自己的生命 为着你怎样 在这几年里面 在新锐里面成长 好不好 我们就轮流来开生 来感恩 去赞美我们的神 好像这里所讲的 当我们诉说神的荣耀 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 很多人见到 就要来惧怕 就要来依靠耶和华 并且我们所知道 神所行的骑士 不可胜数 好不好 我们就来轮流来分享 感恩 带着一个感恩 祷告的心 来回应我们的主 我们一起来分享 主我们感谢你 你给我们的感恩 是多而又多 你给我们的精力 是多而又多 主啊愿你帮助我们 真的无论是我们的 不吝啬我们的赞美 也不吝啬我们的感恩 要在神的面前 在人的面前 要为你做更大的见证 主啊愿你亲自来帮助我们 愿新锐这个教会 是一个用感恩 来组成一个更大的宝座 来欢迎神你的同在 主啊愿你帮助我们 做我们感谢你 今天牧师除了和我们分享 要有感恩之外 第八节里面说 我的神啊 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 你的律法在我心里 是一份愿意听完道 行道的生命 是一个愿意改 更新改变的生命 我相信弟兄姐妹 你这一刻在 听成道 你都是一个听道的人 但是我们有多少 听完之后会行出来呢 不容易的 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很多的征战 仇敌会不断的来欺哄我们 会不住的来 不想我们走在神的真理里面 所以诗人在十三节说 耶和华求你开恩搭救我 耶和华求你速速的帮助我 好不好 这一刻我们到最后 我们一起将手按在心上 我们就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来祷告 好像这里所讲的 神啊求你搭救我 神啊求你速速的帮助我 好不好 我们知道 我们的心愿意听道 我们更加和声说 主啊我们愿意行道 求你给我们能力 求你拿着我里面 很多 可能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懒惰 我们的老我 我们好像改不了 好像有时候 配偶跟我们讲完又讲 怎么样都改不了 主长跟我们讲完也是 讲完又讲 讲完又讲 但是我们好像永远都是卡在那个位 好像突破不了 原来今天神来告诉我们 在神的里面知取能力 在属灵的里面 我们要征战 在属灵的里面 我们知道 要行道 要更新改变 但是唯有靠我们的耶和华 靠我们耶和华的 方能成事 我们就开身为着我们自己 能够在属灵的里面 我们是带着属神 那一份的勇力 带着那一份坚毅 带着那一份 很想冲破突破更新的恩膏 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一起来 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绝书凤梨的名 求你兴起天使天君 在我们思维环绕 保护我们 帮助我们 主啊 你真的知道 走在这一条的路上面 主啊 虽然有很多的诱惑 很多的攻击 但是主啊 我们知道 当我们的心对准你 当我们愿意 完全的投靠你的时候 神啊 你就要定义 将那一份的保护能力 加在我们的上面 神啊 愿意帮助我们 主啊 我们真的不要 只是听到而不行到 主啊 你帮助我们 有那一份更新的能力 有那份愿意改变自己 愿意看见自己 有提升的那一个心智 主啊 你帮助我们 你大大大与我们同在 继续来带领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 是越往上行 让我们的生命 更加走在神里的心意 走在神里的真理当中 主啊 愿你亲自来祝福我们 帮助我们 主啊 愿你亲自的与我们同行 让我们的生命 越发的荣耀 越发的来生重你自己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十篇四十 第五节 第八节 耶和华我的神啊 你所行的骑士 必你向我们所怀的 避你向我们所怀的欲恋 甚多 不能向你成名 若要成名 其事不可胜数 我的神啊 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 你的律法在我心里 求主帮助我 让这两节圣经成为我们的 成为神今天对我们所讲的话 让我们进入一个 感恩数算的生命里面 一边感恩 一边行道 一边更新 感恩更新 感恩更新 让我们的道路 在神的面前 得以长久 只走到永生 圣灵求你帮助我们 世界有拉扯 让我们不断的倾向负面 但我们要来 不断的数算 恩典 让我们里面一切的负面 抱怨埋怨的声音 都要完全的消退 反而感恩赞美的声音 不觉得响起 在我们的心中 在我们的耳边 主要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听到就行到 以致我们快跑的来追随你 仇敌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地步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主要求你这样来 兼顾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走得稳妥 直到见你面的日子 主要我们感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就得名 阿曼 感谢主 我们今天的成岛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